猜猜我今天过来 是为什么怕 不会是养孤寂兴斥吧 赵总 我可没有心脏病 你就不想知道 我在你爸病房里面 都说了什么吗 谢谢 谢谢 您还记得吧 我们两家一块出海的事 小琪爬在船头 一个浪过来 船一摇晃她就掉下去了 结果呢 消险去了 您还在医院里面 跟小琪打发雷铁 说他哥的医生就被他全毁了 你还因为这件事情 永远都不会怨怨的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应该也是在这家医院吧 你到底要说什么 是我撞他下去的 你说什么 是我 把小小琪撞下去的 我带着你 当时你家老二吵枭 看雨 趴在了船边上 我趁给一个浪过来 船摇晃的似的 我就顺势 帮他一把 我 我 我 小琪 小琪 不要干脚我 爸 他自己没感觉 以为是自己不小心 就摔下去了 丑明轩 其实我从小到大 最恨的就是你们家老二 笑傻奇 他处处出风头 我还记得 我爸那个时候回家 经常在打我妈 你怎么这么蠢 肖上起比他还小几岁 处处压他一头 从明天起 给他请个老师教他演讲 讲不好就不要吃饭睡觉 理由就是 没有把我教育得 像你们肖家的孩子一样 那么优秀 可笑不可笑 可笑 好不容易 碰到一个这样的机会 你觉得我怎么可能 从我手里溜走啊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肖显竟然去救了他 还救成 李简锡 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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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显缺了成了残废 他再也跟我比不了了 至于肖上齐 我还得谢谢您 您才是我的同盟啊 您伤透了他的心 您还不知道吗 肖上齐从小到大 他经常在我身边崩溃 而且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对我 比对你和肖想要更好 他认为我才是他最亲的人 你说 这不比他死掉更有意思吗 你就是个疯子 对啊 我是个疯子啊 所以你最好不要 把疯子的话当玩黄疯了 我查明轩 你这个无视的东西 还给我滚了 滚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啊 真的是没有后悔啊 所以我劝你啊 不要再糊涂下去 做什么让自己后悔的事 不是吧 肖伯伯 这点刺激你都受不了了 我看你是赢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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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张敏轩 你还以为你们可以负辞自消吗 没有了 永远没有了 你就是一个不值得为人爱 不值得赢的人 还有啊 不要再救我 否则我会把何笑然也 从你身边带走 也不要选你父亲一样 重蹈复尘 有些东西啊 一旦失去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 是 结局落出很多爆炸了 你现在告诉我这一切 只会让我想更快地置你于死地 我会找到证据的 你太天真了 小琪 你什么都找不到 你有软肋 我没有 所以你赢不了我 你只能受制于我 回去吧 回去吧 就你这小身板 怎么跟我动啊 保重 走 我只能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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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